北京时间8月6日晚 巴黎奥运会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 全红禅与队友陈玉希携手出战 两人在夺得双人金牌之后 此番为个人而战 毫无疑问 全红禅与陈玉希在这个项目拥有绝对的优势 分数遥遥领先 所以他们从站上十米台一时 就锁定了金银台 所以第三名的悬念反而会更多一点 决赛一共有12名选手参加 陈玉希倒数第二个出场 全红禅则是压轴 第一轮比赛开始 陈玉希第一个动作难度系数3.0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演绎水花消失数 拿到82.50分 随后全红禅出场 与队友陈玉希一样的动作 完成更高分90 评委一致通过全满分的一跳 两人暂列前二 到了第二轮动作 陈玉希难度系数3.2 反身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这一跳得分78.40分 总分160.90分 紧接着是全红禅 反身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依然是高质量动作 总分达到174.80 依然排名第一 第三轮开始 陈玉希臂力撑起 向后翻腾三周 非常完美的动作 最后得分89.10分 全红禅也是必力撑起 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水花有一点没压住 但她的总比分 还是领先陈玉希1.6分 两人竞争比较激烈 第四轮 陈玉希向内翻腾 三周半暴息 最后得分89.10分 而全红禅依然完美发挥 一样的动作 拿到了92.40分 比陈玉希高 目前总分344分 在最后一跳之前 夺冠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紧接着 所有决赛选手 完成第五个动作 陈玉希与全红禅 是为二超过300分的 领先优势巨大 我们几乎提前锁定了金银牌 就看这两人谁夺冠了 最终 陈玉希和全红禅 都是高水准一跳 全红禅总成绩高于队友 夺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第二十二斤